我们来看范文 这是四年级的作文 四年级的范文 我学习的榜样 审题是随着你学习的榜样 这个榜样是哪些值得你学习的地方 这个榜样对你带来什么影响 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期望 我有一位与我形影不离的好同学 叫陈子玲 他只比我大一个月 个头却比我高一大截 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笑起来总录出一对小酒窝 一种是酒窝 一种是泥窝 他懂得分哦 泥窝是在嘴巴下面的两句 他的学习很好 也善于助人 每当我遇到课业上的难题时 他就会耐心的给我讲解 有时他还会牺牲自己时间 给我补课 谁叫我的脑子不太好使呢 也就是头脑没有用完的意思 OK 子玲呢 还喜欢画画 特别是画动物 他画的动物栩栩无声 让我十分佩服 他的画功那么好 与他善于观察和耐性 十足的性格脱不了关系 有一次他在池塘边发现了一只小乌龟 便趴在那里 仔细观察了一整个下午才回家 子玲的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也很强 我们主在他的带领下 这个讲读 屡屡获得老师的赞取 此外他收作也快 整理得也快 从不落下任何一个同学 可说是老师的好帮手 我们的好组长 陈子明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一定会取长 不短向他学习 成为一个优秀学生 你有看到这边有用成语吗 一篇文章里面可以的话 加上两个 成语会让你的文章更有层次感 更有内涵 明白了吗 让我觉得这个学生的识会量很不错 这种概念会让老师提升你的作文成绩